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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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佛教和科技文化界的交流对话方面贡献很大 我们清华的同学可能很多人对刘云教授也很熟 他是我的同事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 中国科学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主任 他在很多大学像上海交大 很多大学担任了科作教授 其实我们看部也有很多大学里面也是当科作教授的 刘云教授是国内科学学科传播领域当中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在我们这个学界流传的一个调坦话 说哪里有科学哪里就有刘云 就说明他在科学文化界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这样一个对话会碰撞出热烈的火花 今天中午的时候 教授已经跟看部做了一个非常坦率亲切 友好的交流 他们彼此都非常欣赏 所以下面会非常有趣 那下面呢我们先邀请这个看部给我们做一个 关于道梦空间的一个佛学实相的一个开示 开示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期待 非常有意思的 非常激发我们思考的这样一个激烈的攻防对话 因为今天看部已经告诉教授了说我们汴京的时候怎么样一个攻防 我不知道刘教授学的怎么样 那刘教授跟我们都下来把这个会场 这个讲台暂时都留给看部一个人 好 谢谢 谢谢 主要 跟大家今天交流的内容是《道梦空间的佛教实相》 在座的各位应该清楚《道梦空间》是一部电影 前几年非常火 票房也很高 好 我作为一个出家人要讲一个电影可能不太现实 但是因为前几年的时候大家都说 一个是《黑客帝国》还有一个《道梦空间》 他这两部电影当中所叙述的有些内容 跟佛教当中讲人生如梦如幻 这个道理非常相识 后来我也很有兴趣 然后也大概看了一下 但说实在《道梦空间》没有看完 前两天我们这里说是要跟这个《道梦空间》 给佛教思想结合起来跟大家交流 本来我想是我想再看一遍 但是一直最近比较忙 没有时间 不过我想我看也好 没有看也好 这个并不是很重要的 在座的各位应该大多数人都比较清楚的 我只是今天想说通过佛教的一些观点跟这部电影里面所讲到的 有些关于梦的有些层次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 而比较的过程当中应该会发现 这部电影当中已经叙述了我们人生的现实生活跟梦里的这种境界也有非常相同的 甚至有些人看到这部电影之后 根本分别不清楚到底是梦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所以这是我像佛教当中所讲到的 比如说在座的各位可能就比较清楚啊 说是《金刚经》当中讲一切有为法 如梦 如幻 如泡影 那么《华严经》当中也讲了 善有细节如梦 也就是说佛教当中讲 我们整个世界都是跟梦没有什么差别 这样一说在座的很多年轻人可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梦跟现实有非常大的差别 但是我们站在有一个比较学术性 逆性的觉知里 或者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也许恐怕我们自己也不一定分得清楚 到底我们今天在这里梦中交流 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交流 那这一点可能大家会都觉得不可能的 因为现实就是现实 梦就是虚拟的 它是一种虚幻的 不可能是实有的 但实际上我们在佛教当中有很多 不但是在教理上的一些道理 还有很多的一些理论上的进行破解 比如说我们今天觉得跟梦有一定的差别 但是你有没有理由 现在不是在梦中 唯一的理由你要如果能具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探讨 也许你会说这个梦不可能的 梦当中现实生活当中 现在我身体所接触的这些物质 耳朵所听到的声音 眼睛所看到的这些事物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存在 那怎么会是梦呢 实际上我们观察梦的时候 也是完全是当时的整个场景 整个一切的这种对境和包括自己的一切事 都是会存在的 有些人可能认为是 这是时间上面有一定的差别 其实我们用佛教的角度来观察的时候 你昨天以前所发生的人生当中的一切的经历和一切的事 实际上跟昨天晚上的梦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昨天晚上的梦 也是实际上现在你只有在自己的一个回忆的对境 除此之外 在现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 一点一点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同样的道理 你实际上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如此的 而且你明天以后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是明晚的梦 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 应该说因为它根本没有产生 没有产生的话 那你没有任何名友 它明天有事有的 除了过去的梦或者现实已经除开 未来的我们除开 现在我当下正在感受的这些生活 实际上当下正在做梦的也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我们在梦境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生类似的同样 那这个时候不管是从事件 从整个事物的接触等等 很多方面我们可以观察 确实人生跟梦有时候是 好像我们活在当下的时候 也许可能也是不一定分得非常清楚 或者当下的时候我们现在也可以想 再还有一个分析 我们认为我们现实生活的时间是非常长 但也不一定 如果用智慧观察的时候 我们每天二十四小时当中 应该说至少可能七八个小时都是在梦里 这也是事实 除了这个以外白天的这些事情 也是如果是虚幻不实 它的本体真正去观察的时候都得不到的话 那这就是我们佛教当中 经常也是说明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说明一个真实的梦和现实 实际上也是很难以分的一个道理在这里 那么道梦空间当中有个比较特殊的情节 实际上它是依靠一种梦 或者说进入你的梦的前一世当中 然后改变你的生活和行为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情节 大家都可能知道 这部电影当中都会讲到一层梦一层梦的 有很多层次 最后呢 我们可能在梦里梦里 一直是可能 以前有个梦里梦里见过你 是不是梦的一层一层一层当中 可能还要再进入的话 可能它梦当中有出现一个梦 梦当中也出现一个梦 不断地有造梦和建筑和设计 这样的一种状况 这个状况实际上我们可以叫做道梦 也就是说占用别人的思想 它可以控制别人的思想 它是在什么样的方式来占用或者控制呢 它已经到了在梦最深层的意识当中去改变它 那这种现象实际上是在我们佛教现有的一些 包括一些历史当中也有这样类似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汉地的《大藏经》 《大藏经》当中专门有一个佛陀的大弟子 叫做加达亚娜 这个加达亚娜也是有一种给别人道梦的案例 它是什么样呢 实际上加达亚娜有一个弟子叫做梅西罗 是一个大国王 那这位国王呢 后来他对世界产生厌灵性 他开始进行出家 出家之后在加达亚尊者属下 精进苦心 修行 修行以后他在森林当中居住着 这个时候另外有一个国王 另外一个国王叫做阿托潘迪 阿托潘迪他古代的很多国王 我们看到历史的人都可能知道 很多的国王他空的时候到森林当中去打猎 修仙 修戏就这样的 他带着他的王妃和宫女到了寂静的地方 后来他发现他的王妃和宫女在尊者面前 也就是说梅西罗尊者面前 他是一位非常有修正的比丘 在他面前听法接受教育 他正在这个时候国王发现了以后 他说你可能已经起火了或者诱惑了我们的王妃 然后他就马上安排下面的人开始进行殴打他 用鞭子打他 打得非常的残忍 那个时候当时阿托潘迪他发了一个恶怨 他说我今天无缘无故当中 他也没有斗过 他说我今天无缘无故当中 这位国王把我打得很惨的很可怜的 那我也毕竟原来是一个王子也是一个国王 我现在准备换书当成在家人跟他报仇 那他当天非要换书 换书的时候 当时加大雅的尊者说是你不要换书 这个是作为一个出家人来讲 别人打你应该是正常的 没有事 但是这个他一直是不肯 不肯的话最后尊者跟他说 你只有住一晚上 今晚上住在山里面你明天再看吧 那当天晚上的时候 嘎大雅以一种道工的方式来 进入了他的内心的潜意识当中 他当时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呢 他已经还手了 还手之后利用他的军队 然后跟阿潘比国家进行交战 在交战的过程当中他已经失败了 并且准备杀了他 准备杀了他的时候 他就见到了本师向他请求 向他请求的时候本师告诉他 你以前师父让你不要去的时候 你就没有请 那你现在就没办法 这个时候他特别的痛苦 就是梅西罗尊者他非常痛苦 都开始喊师父的名字救命 他正在哭啼 正在叫喊的时候 从中已经醒过来了 这是什么样的历史呢 就是说在佛教的历史上 有些尊者和诸佛菩萨通过一种思想 通过一种威力我们说的是加持力 加持力进入了别人的梦 然后就改变了他的一种生活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想今天在这里分析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我们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室有的执着 但我们室有的这些执着真正是存的存在 当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 其实跟佛教跟现实的一些电影也好 现实的一些学者的知识非常有必要 大家就教育了 因为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有些价值观 有些我们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东西 也许可能在蒙众意义上观察的时候 这是一种错觉 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生活实际上 已经成了所谓的电影或者是电视 有一种说法叫做现在的电影成了人们的宗教信仰 因为电子里面的每一个屏幕和每一个思想 已经置入了我们心里的底层 而电影当中的任何一种思想 交流 他的一些行为 其实我们成千上亡的人都学着它 所以有时候我们科学发达很有意义的 因为有一种有必要的信息 当天整个天下的人都会知道 但是也有一种误区 实际上我们的人们都是沉溺在一个虚幻的世界当中 以前我说过 我们在一个学校里面分析黑客帝国 我觉得黑客帝国跟盗梦空间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黑客帝国从表面上的虚幻的现象 实际上它的历史背景出于一种粮子理学 它是一种集结化和数字化来进行抉择 外在的世界进行分析 它不成为一个石油的就建立成一种虚幻的东西 而盗梦空间我觉得它跟黑客帝国不同间 它的背景应该是从心理学下说的 它就进入了我们人们心里最深的层次 然后进行观察我们内心的存不存在 内心的作用 内心的作用按照佛教的观点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现实当中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心在动 原来六祖大师看到两个和尚在辩论 一个说是贩动 一个说是奉动 后来六祖说也不是贩动 也不是奉在动 就是注视在 信在动 其实这个问题表面上看到好像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价值观 实际上是人们的心在动 而人们的心有两种心 一个是公共的心 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心 那么公共的心是什么呢 在佛教当中经常叫做共业 也就是共同成为一种价值观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网络上的有些语言 或者电视上的有些语言 所有的年轻人都是把它当作一个公共的勇举 这是一种成了我们的供业 本来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来对来的话 那这叫做是一种供业 所以我在想 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思想 实际上就是要分析它的最深层意思的时候 恐怕你们也要观察到底我们生存在什么样的世界当中 有时候我觉得现在信息特别爆炸的时代当中 人们都是一种厨语天天都是在刷屏天天都是在看手机 好像不看手机一个小时都是待不住 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还没有睡着之前还要看一下 然后再睡下去 早上起来第一个要打开手机 有些人还没有睁开眼睛的时候打开手机 所以眼睛还没有睁开的时候要打开手机 那我们现在以什么样的一种威力来控制着人类的心 我们就没有办法盗梦 把现实被另外一个虚幻的世界 实际上我们所用的电子和所用的这些数据当中 有真的那么多非常珍贵的东西 非要是我们自己哪怕是一个小时一天当中 哪怕是一个礼拜就是没办法 我听说马来西亚有一个残球中心 他们要求一个礼拜当中把所有的数据全部收进来 但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一个小时当中不打数据那怎么办 古人一辈子都没有他们都收得了 听说这里有一个餐厅 他们在吃饭的大概是一个半小时之内 把数据放在餐桌上可以打不折 可以说是观察我们现在的人们 另一方面我们可能是跟古人相比较起来 应该是很方便的 你接触什么样的人都可以 你发信息通过 但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的思想非常混乱 已经成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可能自己也是不知道的 所以这样的爆炸信息的时候 实际上所谓的盗梦空间 它是在英语当中叫做思想置入 好像我在外面他们都听到 它是一种思想置入的意思 其实思想置入的方法非常多的 只不过现在我们的有些思想 包括有很多明星的歌星的 唱歌也好 跳舞也好或者演电影也好 这些都是很多年轻人不可缺少生活的一部分 那他们的这种思想 直接置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而我们变成了什么样的 自己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在佛教当中就观察到 我们的梦跟现实一定要有一种值得观察 如果当你观察的时候 就在佛教当中不但是它可以分的 到最后应该现实和梦都不存在 已经决贼成这样的 有一个藏文叫做 在佛教当中非常重要的中观的书 这个中观的书里面说是 乃至为觉三界有如意觉和三非有 吃水净和义如是有这么一句话 意思就是说让我们没有醒来之前 正在睡梦当中的时候 我这个人的心也有 人也有 对境也是有三界都是 在梦中的人 梦中的对境 梦中你的眼根等等这三种法都有 当你醒过来的时候这三界都是没有的 而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在凡夫无业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对境 包括自己和心事都是存在的 但是当你真正聊到了一切万法的真相的时候 佛教已经承认为这三者都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瓶水 按照佛教的观点来讲 我们人类和还有动物觉得它是可以借客的 就是这么一个银鸟 就是这么一个液体 如果地狱众生看到它的时候 它会是一种燃烧的铁水 如果饿鬼众生看到这个水的时候 它就是一种非常出恶的龙血 而前人看到的时候它是一种甘烧水 在佛的眼里它是一种鲜空无耳的法界 但这个可能我们刚开始有种 在这方面并没有这个血 血的时候不一定很清楚的 实际上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比喻 比如说我们今天就是说这是一个这样的水 但是我们人当中也是 有些人认为这是很好的银鸟 有些人认为它是有毒的 有些人认为它是喝也可以不喝也可以 或者说我们对一个人的判断 一个人的判断 如果同样是一个人 有不同的人对他评价的时候 有人说他是好人 有人说他是坏人 有人说他是不好不坏的人 这说明我们在外面的外境上 实际上并没有固定的石油存在 如果石油存在的话 那所有的人判断它的时候应该是同意的 但实际上并不是 所以汉地的勇家大师他是这样说过 他说是 牟尼明明 游流去 绝后空空无打浅 这句话很有意思的一句话 在我们梦当中如梦如幻的境界当中 六道轮回都是明明清清楚楚的存在 而当你真正一定坠误的时候 决心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全是不存在的 当然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清楚 但如果用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佛教并不是讲一种传说 也并不是讲没有任何理论的一句的一种 给你一种讲故事一样 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所现实当中的任何一个东西 我刚才前面所讲的一样的 我们今天说诸法如梦如画 我们今天如梦如画的话 其实梦跟现在的现实应该在某种程度上面是没有差别的 这因为没有差别 它可以有一种思想的趋入 这种思想的趋入也有一些改变我们的人生 也有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同的状况 其实我们所谓的这种思想在佛教当中 它是对心地的一种调整 大家都知道可能刀梦空间当中 我觉得它的一些不足点是什么呢 它的一些不足点呢 它每一层梦当中需要改变 需要创造 需要造梦的时候 依靠一种其他的电线 药物 一定要依靠一种外在的东西来进行不断的助养 而且它只是一种外在的科学的意气来进行去再次渗入 而从佛教的有些真正的道梦也好 修行也好 这时候其实你进入一个思想的最烈 最深的层次 每个人依靠自己的修行来进行屈辱 这个屈辱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处于一种分别念非常粗大的状况当中 如果我们的分别念再进行降低的话 无分别念 言尔比赛斯它的根实按照医民学教度来讲 它是无分别念的 你如果再把它降低 无分别念也是去除的话 已经进入成我们细微的阿难耶的第八仪式 细微的阿难耶上面实际上是没有 就像是大海的最低层一样的 阿难耶上面有很多善的种子 恶的种子 很多很多的资源出击在那里 但是它并没有明显的分别 而且阿难耶这样的海底世界实际上有千世的一些细节 有今世的一些细节 还有将来可以成熟的有些稀奇种子也在这里 那么我们的梦实际上粗大的分别念就已经灭了 而最细微的阿难耶上面已经启动了 那中间出现一种意识的迷乱现象 这叫做一种梦 所谓的梦按照佛教的道理来解释的时候 也有现实的平时的我们传习的心态有一部分的种子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他跟这个人的钱 也就是说他的前世和他的漫长的生活当中 有一些运扭下来的这些种子呢 也取一种因啊 所以我们有些人为什么 就经常做噩梦 做噩梦 那这是什么呢 其实跟金山当中他也没有做什么恶事 但是一直是有一些噩梦的话呢 这个梦的原因呢就是跟他的前世 在他的阿难耶上面有一定的关系啊 其实如果你经常改变一些梦的话呢 不仅是我们佛教当中有这样的窍诀 现在的世间当中也是有一种梦培训啊 美国修舍顿有一个专门梦的训练办 然后他们每年都是有很多人呢 原来的噩梦变成善梦 而且原来的不好的习气呢 通过梦的这种修法就慢慢慢慢可以改变 我听说有一个女的呢 她整天都是有一种恐惧的梦 然后在这种恐惧的梦呢 不断地几乎是几天晚上之后又出现一次 她后来认识到这种梦在梦里 那这样之后慢慢慢慢就完全好了 完全好了这样的案例非常非常多 当然这种现象这是现代科学方面的一些分析 我们八世纪藏传佛教联黄森大师的一些梦瑜伽当中 就是更多的一些窍诀 这方面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有兴趣的话 也应该去了解这不是一种说法 实际上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 她的基本的一些修法刚开始的时候 就知道白天的时候你就可以想 我现在在做梦不管是跟别人交流也好自己吃饭也好 在生活当中经常心里面想实在做梦 不但是想好像自己各方面的理由相比较起来的时候 好像跟梦没有什么差别 这样晚上睡眠的时候你也可以认识到 我现在在做梦在梦中就可以发现到正在做梦 这叫做人是梦 然后你真正知道自己在做梦的时候 你就可以想我们在梦的过程当中 它没有一个真实的曲解 那梦的心态随意都可以改变转换 然后你就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体变成什么样的 废青 诸佛菩萨各种各样的方式 这叫做是变化 变化之后你到了一定的熟练的时候 就可以自己改变很多 一变成多 多变成一 或者你可以到东南西北 很多的一些历史上的有些人 在梦境当中承绑很多的世界 现在一些科学工作者当中也有这样的 我们藏地有一位学者 大概是在嘎玛巴第四诗如比多戒 他是什么样呢 他是在他的书房里面放的书特别多 他白天没有时间看书的时候 晚上是依靠梦一加来 他翻译很多很多的书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很多书的内容全部通达了 非常方便 所以我都很想变成这样白天忙 但是我就经常一睡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一本书都没有看到 所以经常也是很羡慕 但是自己都觉得没办法这样的 但实际上的确也是有这样的一种 梦的瑜伽也好 梦的修法非常殊胜的 依靠这种梦的思想趋入的话 的确也是特别一种特殊的事情 这并不是佛教徒直接说的 有些事情是很稀有的 我们以前有一本书叫做《探索梦的奥秘》 不知道这本书你们方便的时候也是可以看一看 我们学院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学者 叫丹正佳作他造的 他是也用一些科学的道理来进行解释 也是用一些佛教不共的思想结合起来解释 其实梦当中应该是 我觉得有些地方我们可能要自己说的话 不一定很清楚 比如说不知道你们应该认识吧 蒙昌老和尚也是汉地比较出名的一个老和尚 他今年好像马上一百岁了 他记得是1915年出生的吧 这样的话可能好像七月份再过几年还是什么 那他的经历呢 我以前看过一个资料是怎么讲的 他的经历是当时他以前是做军人的 有一次他好像是到南京 靠黄埔军校还是什么 他穿着军衣然后骑着马 当时骑兵就骑着马 从北京过去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 他猛瞳中好像他自己掉到海里面了 掉到海里面的时候 有一个老太太开着船过来把他救了 救了以后到了岸边 到了岸边的时候给他指示一个方向 说是这一条路有一个宫殿 这个宫殿以终生的归宿 他当时很高兴后来醒过来了 醒过来了以后 他当时居住这个店的老板跟他谈到他自己的梦境 这位老板说 刚好你所说的这个宫殿跟我们北京这个地方不远的地方 有个叫做杜碎寺 好像是不是很想这个地方啊 要不要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当时他骑着马 当士兵到那里 那里确确实实是他蒙证的景象一模一样的 有这样的地方 然后他就不当军人准备出家 后来那个老和尚他就不敢受 因为他穿着军服 去骑着马 这个时候第一次没有受 后来再三请求之后他已经从此出家了 所以他当时的发明叫做决心吧 后来蒙诚老和尚他自己说是蒙惨 而且他还有好几个经历依靠梦而显现的 这个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过法 什么是圣人 连三宝的名称都没有听过 只不过是一个梦后来改变了他的一生 后来他去藏地学藏传佛教 现在也是我去年的时候看到 凤凰文师对他的一个采访 应该当时是98岁还是99岁 那个时候他老和尚思路非常清醒 我觉得有些修行人可能心静 世界也很静心静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智力 身体很多都是不容易碎堆 现在很多人害怕老 害怕脸上起皱纹 有些人害怕涂发败了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在自己的人生过程当中 心调整得很好的话应该说是对自己的身体 比任何保养各方面的药也好很多的行为不一定 如果你的心静下来世界是很清净的 如果你的心很善良的话世界是很美好的 如果你的心是特别的粗恶的话 整个世界也可以说是没有一个快乐或者美好的 因此我们在这个上面可以观察一下 到底我们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状态当中 有时候我都在想 我们通过一种智慧来进行分析 其实佛教当中对他的观察在万法当中心非常重要 就是心非常重要 其实依靠心我们整个世界和 包括我们的众生依靠心的力量而形成的 《月城论师》有一句话叫做怎么讲的 我先用藏语说一下不然好像我背得不是很好的 你们也听不懂现在香港的有些教授 懂者就开始说一点英语一会儿加一个英语 一会儿加原因 所以我这后面没有 我就说一点藏语你们也不懂 那意思是什么呢 以前《法传法师》翻译当中说是 有青世界 七世界 种种显现有心理 佛说众生有从业生 信用断着业非有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 还有我们的众生全部都是依靠各种各样的现象 包罗万象 千差万别的各种各种现象 实际上是我们的心而产生的 佛陀已经说了如果世界当中的业没有的话 那心也是没有的如果我们把心断掉的话 业也断掉的意思是什么呢 现在世间当中的很多价值观众生的工业产生 我刚才开读的时候也说了 我们现在的工业跟故人的工业是不相同的 工业 你知道吧 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发气的这种因是不相同的 所以现在每个人的这种焦虑也好 悲伤也好 痛苦也好 很多都是有共同的一种因缘 那这些共同的因缘的根本对个体来讲 也是跟我们的心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对整个集体来说 也是跟众生的心有一定的关系 那一旦我们每一个人很多问题关心到自己的心上面 也就是说你自己的痛苦也好 快乐也好 幸福也好 这些都是跟我们心有一定关系的 你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其实我们眼前所发生的很多问题可以因人而解 那么这个时候佛教当中也所讲到 诸法如梦幻的这样的道理也可能会进一步的去了解 这个时候可以说完全能分析到 我们的生活实际上并不是石油的 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也是抛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到底我们在梦中交流呢 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交流 如果现实生活当中交流 那不是梦的原因是什么 应该要非常缺硕地 作为一句话的依据来可以说现在真是不是做梦 那这样之后我们还是很喜欢现实 但是其实现实越剖析的时候好像是越不成立 这也是如果佛教中观思想的一些理论来进行剖析的时候 我们可能找不到认识一个石油的东西 那不仅是中观的思想 其实量子力学无理的知识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也有类似的境界因此在座的各位 应该我们有必要思想之肉 一方面是对整个世界人的一种教育 但是更重要就是每一个人在这么多的信息时代当中 到底你要有什么样的整体性的 自己有用的 真正成为一个思想 现在很多人心里很乱的没有一个真正的思想 没有一个真正的见解 按理来讲我们作为人来到这个世界是不容易的 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以后 对整个宏观世界也好 微观世界也好 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一个很好的凝固的思想 那这个灵国的思想对自己和他人 应该是非常起到有意义的作用 我想 我就说到这里 不知了 就听见了 是的 这一个上词 这一个皮绩 有点 OK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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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